其實我們倆會認識 是我自己去跟人家搭訕 欸 那個 有沒有要一起合作的想法 後來聊聊發現 人家真的沒有這個想法 因為專輯 專輯一直出 演唱會一直扮演 都會演那麼多次 也沒有要請我 他邀請千千 啊 沒問題 不是 沒關係 因為我們就是不重要 我們不重要 你知道嗎 因為主持人就是 很一般的人 我還以為是你約會像你爸 沒關係啦 直接改回答了啦 要不要唱一下 不是 我像我爸那合理 因為我是他女兒 我小孩都像我爸那 所以我已經謝天謝地了 好不好 是不是 Sandy Sandy 小心 哈囉 嗨 Sandy 嗨 其實我們倆會認識 是我自己去跟人家搭訕 其實我們倆會認識 我自己就是傳那個私訊給小玉說 我說欸 妳還確定要講 不能講啦 喔沒有啦 我跟妳講 不能講 那我就走啦 因為我沒什麼要講 妳講 妳講 對 我就自己寫信給他 我就跟他說欸 那個 有沒有要一起合作的想法 然後他說 喔 他也就客氣說 喔 可以啊 可以啊 然後我就說 那我寫詞囉 那你們自己想辦法 然後他就很客氣的跟我聊天 後來聊聊發現 欸 人家真的沒有這個想法 因為專輯 專輯一直出 演唱會一直辦 演唱會演那麼多次 也沒有要請我 他要請千千 啊不然我就一直 不是 沒關係 因為我們就是不重要 我們不重要你知道嗎 因為主持人就是很一般的人 Sandy 我們現在樂器都還在 妳可以點歌 我們馬上幫妳翻譯好了 我發現一件事 我發現一件事妳約要約像妳爸 OK 不好意思 沒關係啦 直接改Round Down了啦 要不要唱一下 可是我像我爸那合理 因為我是他女兒 我小孩不要像我爸啦 所以我已經謝天謝地了 好不好 是不是 嗯 最佳妳作文的歌是 《開照》 什麼音樂 《開照》 喔 滿適合的 應該可以啦 因為也沒有一些 比較強烈的字眼啦 可以可以可以 都可以聽 常常聽他們的歌 因為衣服很性感 是有點旋復的感覺 完全沒有一點點 還行啦 就是慢慢就會看得到了 1月12高流的時候 那個肚子就會比較明顯了 跟他們什麼事 哈哈哈哈哈哈 剛剛阿富好像有說到說 Sandy不太會用的 或是 是離開我的牠做這個嗎 我們剛剛在那個後台的時候 有稍微關心一下 因為有一些產婦啊 一開始前期會很不舒服 但是我看Sandy過來的時候 欸 那個神采奕奕奕的這樣 哈哈哈哈 看不出江湯 是平常有在運動吧 呃 平常也沒有什麼太大運動 但我覺得就是體質吧 沒有太... 還是平常有在聽宇宙人的歌 平常就是有聽宇宙人的歌 然後呢 我盡力了 哈哈哈哈哈哈 最開心的應該是憲哥對不對 對 哼哼 憲哥 憲哥還行啦 因為他就是 呃... 就... 他...他奈我何呢 呵呵呵 因為他說他也是當天下午才提到的 所以也沒有事先跟他 沒有啦 我有提早跟他說啦 那爸爸有特別的丁寧什麼嗎 嗯...他只跟我說 公的母的都好 就叫我不要想太多 叫我放輕鬆這樣 對 所以改報 𓴼 另一聲 感谢观看